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繼續欣賞2015年ITTF科威特公開賽 南丹四強戰的轉播場上即將要進行的是男子單打準決賽的第二場比賽也是這個階段壓軸登場的比賽要由兩位中國好手展開廝殺今年只有18歲的樊鎮東南京清澳的南丹金牌要對上的是他的前輩27歲的馬龍馬龍當然也還是目前中國南隊領學的人物真的是現在南隊的隊長 對 當然對馬龍碰到比較年輕的樊鎮東打法完全是大概是相同的 對 就是屬於力量型的一個作戰的武器 那兩位選手我想會強調的除了台內的擰球的功力之外 就是誰能夠大膽的側身去搶分所謂的正手拍的搶分這是兩位選手主要的一個武器 那我想對樊鎮東來講對上馬龍應該心態上要更放鬆 因為他對上的馬龍是一個前輩 那我想馬龍壓力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兩位打法很相似 也可以說要爭取奧運會的代表 我想兩位選手應該會只有其中一位能夠代表 所以這場球賽雙方都會有想說能不能在國際賽能夠打敗對方 穿穿紅色球衣的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樊鎮東 今年才18歲的年紀而已 其實就已經是中國國家隊主力之一了 事實上他竄起的速度會非常快 在2013年他是連續拿下德國戰跟波蘭戰 兩個男子單打冠軍 從此就一飛沖天 在2014年他又拿到了一戰瑞典戰還有科威特戰的冠軍 去年在科威特戰就是由樊鎮東獲得 冠軍成為最後的贏家 那在這個月初 在中國所舉行的對內選拔賽 樊鎮東也在第一個回合是擊敗了馬龍 搶先拿到今年蘇州市領賽的參賽門票 所以他把自己的心態也可以說擺得滿好的 就是往上去衝擊挑戰這些老前輩們 在整個應該來講 這對內的比賽呢 剛剛提到樊鎮東比較沒有壓力 畢竟呢 如果贏的話 當然就是更對他自信性提高 輸的話就是輸給自己的老前輩 但是對外的比賽呢 樊鎮東有時候呢 就是實力上呢 表現會有落差 這次教練團比較對他 對這方面呢 會考慮啦 因為一般來講 年輕的選手就是 對外的比賽會有壓力 我想不管怎麼樣呢 這場球賽呢 也是自己的內戰 樊鎮東呢 唯一要證明的就是他有這個技術 看能不能打敗馬龍 至於馬龍呢 其實以他的年紀來講 心態是非常成熟 對他來說 現在缺的就是 世界大賽的冠軍頭銜 他曾經在2012年的時候 拿到男子世界杯的冠軍 但是市井賽跟奧運會呢 是始終都還沒有辦法 跟冠軍沾上邊 所以其實 其實在明年的里維奧運會 也可以說是馬龍最好的機會 對 也有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 一般這幾位選手 除了樊鎮東呢 當然 還有機會打奧運之外呢 像這個喜新啦 馬龍啦 張濟柯啦 這個大概就是 明年能不能參加奧運的 應該是 也可以說是最後一年 最後一屆啦 所以 我想對馬龍 這個球賽 這場球賽呢 自己也很清楚 能不能拿到這次的冠軍啊 因為如果是按照目前奧運會的賽制 團體賽還有三位選手可以下場 但是在個人單打一個國家 最多就是兩個名額 所以這個現實是很殘酷的 對對對 好 兩位選手呢 我想從揭發球的過程 你可以看出馬龍的 台內的擰球的功力 就是非常強 他的對手 梵震東也是一樣 好 正拍對抗 正拍的正手的對抗 這屬於力量型的選手 過去兩位選手在國際賽上有兩次交手的紀錄 都是由馬龍獲勝 但是這兩勝其實都拿的並不輕鬆喔 在2014年的中國公開賽的四強戰上 以及2014年的亞洲盃的決賽 馬龍都是要打到第七局才有辦法 以4比3立刻反震動 實力可以說是非常接近 就算兩個人相差了9歲 第一局一開始呢 雙方就廝殺得非常激烈 反重中的第二個發球 好球 又是一個側身的進攻 對男子選手的比賽過程 反手的進攻 他一定的能力之外 強調的就是正手側身這一板 那尤其呢 這個橫拍的選手 像歐洲的運動員 反手很強之外 正手也是主要得分的武器 好測開 哇 樓振東已經知道 馬龍喜歡側身 我就來一個擰球 往偏右的位置掉開 所以右腕還是露出非常大的空檔 回到一分差距 馬龍的第二個發球 你看揭發球的動作 在凡振東呢 一側是短球的時候 馬上橫移過來 4比4 發球拳回到凡振東手上 好 哇 稍微弱點深一點 就給了凡振東出手的機會了 對 這板球 你要防 根本防不到 可以看這年輕的凡振東 吼吼吼 整個力量的展現 5比4 這是這樣比賽 反正中第一次領先 好 準備反手的 銜接 這個應該才講的時候 這個馬龍呢 反手啟動之後 就要轉為正手的側身 馬龍還是發展 喔 急昌球啦 這個球 也可以出乎意料 發場球就是要跟反正中行程對拉的局面 對對對 就是跟你打實力戰 好球喔 還是把馬龍給逼退 現在雙方贊成平手 一開始其實雙方的速度就帶得非常快喔 往往來回都在10板以內就結束了 一般的事是說 基本上兩位都是發力的 所以 一個差邊 一個幸運球 能夠這麼用力的擊球 來回球當然相對就會減少 你只要錯過 出手的好良機啊 那對手可能就很快的拿下分數啦 哇 漂亮 已經等在近台的位置了喔 馬龍非常清楚 樊正東來球的落點 對 這個就是要有 第一時間反手馬上發力 意測正確喔 然後強調的 就是旋轉 加一個力量 又是很快的出手喔 用反拍拿到第9分 第一局的後半段 馬龍是 取得上風 被釣開了喔 幾個短球之後馬龍突然加深了落點 這個可以看出來還是驚豔 事實上馬龍很清楚 樊正東已經 步伐有點亂 關鍵時刻的變化 馬龍是做得比樊正東來得豐富 哇 測開了喔 可以看出兩位選手呢 就是心理 心態上一直想 能夠 閃開就閃開 先測 這個馬龍也想測喔 已經慢了一拍了 慢了一步 10比7喔 這兩位選手其實他們中台 反手反拉的能力也都非常強啊 不過剛剛反正東完全不怕 馬龍這一版的威力 但是接下來 這是相當輕鬆的搶攻得手 11比7 這場四強戰呢 第一局的贏家呢是身穿黑色球衣的馬龍 1比0暫時領先反正東 下節目為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科威特公開賽 男單四強戰的轉播 黑色球衣的馬龍在第一局的比賽 以11比7 擊敗了今年只有18歲的梵正東 哇漂亮喔 他對梵正東想要 掉開馬龍的步伐 但是你可以看出 你掉的質量不足呢 正手的強強烈的進攻 也是馬龍的 一個武器 哇又來了 喔漂亮 反正東突然間一個防守 加壓的動作拿分 1比1 哇總覺得 凡正東這場球賽喔 沒辦法有效的做好一個 機會球的強烈進攻啦 也可以看出馬龍很清楚喔 要怎麼去掉開 凡正東的步伐 今年只有18歲的梵正東喔 15歲 進入國家隊了 才短短 三年的時間了就已經成為 五大主力之一了 當然呢他在職業隊裡頭所效力的 八一 隊呢 正宗的老前輩王浩也是對他的幫助非常大 雖然說王浩現在是退役了不過還是 擔任教練喔 去主管這個 八一隊 好球 還是在打法上的變化喔 還是由馬龍來主導 可以整個來講喔 來回球的當中呢你也可以看出馬龍很清楚 喔 凡正東 他的想法 3比2 馬龍一分的領先 這一次又是反派的對抗當中喔 由馬龍得力 好那最重要的就是 凡正東發球 一般來講呢是掌握一個 主控權 但是比賽的過程呢 接發球方 馬龍是控制了凡正東的一個攻勢 這也是在單打的比較 少見的一個 一個接發球 佔有力的 好 又是進攻 這一次陣手自己打掉了 對一個機會球自己出界 謝謝 凡正東在去年年底的人川亞運會呢 也獲得教練的青睞 出征 這個 男子單打項目 一路過關斬將 直到決賽才敗在了許新的拍下 所以讓他 在比賽之後接受訪問的時候談到說學了很多啊 畢竟跟這些老前輩在這種 重量級的國際大賽上面交手 對於 年輕球員來講 真的就是最好 去 吸收經驗的時刻 現在在第二局 凡正東又是 一分一分慢慢追喔 緊搖馬龍 哇 設定好了 可能 兩位清楚 撤開 票好亮 馬龍 擋回一板之後 只能退台做防守 這個已經退到眼台 對 馬龍來講 當然 要拿分的機率不高 一般來講 放高球 完全是 對方得分的機率 6比4 非常快的處理喔 讓馬龍 最後反拍出界 這個年輕的凡正東開始順了 所以比賽的過程 你沒有掌握好一些該得分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信心呢 就是由這個年輕的凡正東 開始 一直往上 完全是 再拿一分下來 所以現在 凡正東成功的扭轉了場上的氣勢 現在每一次的出手都顯得 很有自信 這次連攻兩板的直線喔 最後把 凡正東可以逼退 馬龍 取得第五分 還手擰完之後第一時間喔 側身想做正手進攻 但是馬龍的回球還要更快 對更快 就是已經做好 這個應該是了解 反正東擰球的位置呢 都是落在反手位 現在要變化了 尤其在分數在後段喔 撤開 馬龍 主動的轉正手進攻喔 送到直線位 這兩位選手也很清楚喔 還是強調呢 正手能不能得分 你可以看出 這種球連馬龍就撤開了 在這麼快速跟強勁的來回當中還能找到機會 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 哇 掉開了 撤開出 還是馬龍 揭發了這一板非常漂亮 驚豔 驚豔 他完全呢 當然 第二級的中段呢 處理的不好 但是又回到他原來的一個 控球的能力 對這個 拍面 下手喔 直接把球送到了對角 非常短的落點 也讓樊正宗失去了自己的位置 8比8 馬龍克服4分落後 在第二局的後段扳平了 哇 又是一個機會 要特別注意 是不是 樊正宗 要 橫移過來領球 那也可以 觀察馬龍是不是 應該太了解 樊正宗領球的位置 是不是直接呢 又有發球的改變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又是白短 還是白短 馬龍還是利用他技巧 來完全控制 樊正宗的攻勢 這分打完之後 也讓樊正宗忍不住要搖搖頭 對他基本上 沒有機會發力 就是 細膩的這種短球呢 在整個表現 還是馬龍 佔優勢 現在 8比10 馬龍出現了兩個局末點 又是短球 由馬龍主動上手進攻 11比8 第二局 一樣是由黑色球衣的馬龍搶了下來 在這場 南丹四強戰 他以2比0 領先18歲的小將樊 樊正宗 歡迎回到阿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樊正宗跟馬龍 在科威特公開賽 南丹四強戰的交手 這場比賽中國隊友 鎖定了最後四強所有的席次 那當然了在剛剛徐欣已經先以4比1淘汰掉的張季柯 獲得一張決賽的門票 現在就看了誰能夠 晉級到下一個階段的比賽跟徐欣對決了 對那落後的 樊正宗 特別注意 台內的短球的處理 要更有所變化 才能跟馬龍對抗 好球 反手的一個 速度的一個拉球 樊正宗 是今年中國南隊 第一位拿到蘇州市領賽參賽門票的選手 所以 中國隊的總教練劉國良 在 評論他的表現的時候 也非常看好他 雖然說 目前 劉國良教練還覺得說 樊正宗跟馬龍或張棣柯比起來還有 一點程度上的差距但是 他認為樊正宗已經能夠帶給這兩位老大哥一定程度的威脅了 哇 短球 還是要提到 擺得 有這個意思 但是太高了 即使 你擺得很低 你面對的可能馬龍 的處理更有變化 所以 環正宗是不是 要有一些突破 包括 批場 直接的打向 又是短球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被反拉了 可以看出還是 經驗比較豐富的馬龍 佔一點點上風 重板的正拍擊球 剛剛好進入到馬龍攻擊範圍 現在馬龍再度取得抽錢 漂亮 漂亮漂亮 一個 插網 而且球也蠻強的 這個馬龍的活動 移開可以看出 掌握整個攻勢 兩分的差距輪到馬龍發球 漂亮 對啦 能夠 台內的領球 做一些攻勢 可能比白短更有效 好看喔 科威特公開賽呢 是今年ITTF世界巡迴賽當中 第二戰舉行的賽事 在本月份收到之前 是已經先結束了 隸屬於挑戰系列賽的匈牙利戰 那科威特跟下一戰的卡達戰 都是屬於超級系列賽 也就是積分跟獎金是最高的 所以 來報名參賽的選手絕對都是 各國 一等一的好手 對應該來講 你如果 在超級系列賽拿的 積分越高 這整個年度的排名就會 往上 所以我想 尤其 這個中國選手 他應該會 挑最重要 包括他中國戰 這個更難打 沒錯 今年賽季 ITTF世界巡迴賽 愛爾達電視也會 繼續為各位觀眾朋友 帶來精采的轉播 我們轉播的戰術呢就是 隸屬於超級系列賽跟這個 Major Series 主要系列賽的 一共有12戰比賽 再加上 男子跟女子的世界盃 還有在1月份已經結束的 團體世界盃 以及在4月底 將它舉行的市井賽 都可以透過 愛爾達電視 鎖定欣賞 全世界最頂尖的桌球比賽 好 終點台對啦 這個還是 馬龍經驗豐富 他就可以 打到 讓你 樊振東根本沒有機會 發力的過程 又被釣開了 又是防守 當然 這個就是 誰能夠 掌握好 位置呢 就是站上風 比賽的過程 這個在來回球當中呢 就看你自己的 所謂的步擠 車開 這個球 馬龍 也是 已經做好準備好 但是這個球 確實擠到身體 沒辦法 這一局還是有馬龍 戰友上風 反正還找不到方法去突破馬龍的打法 怎麼打好像都落在馬龍的算計頭 好 那落後的 樊振東 如何發球製造進攻 也是一個難題 要小心喔 可能馬龍有一些 包括白短 是主要的控球 就看 這個馬龍如何揭發球 發場球跟他拚了 哇 這個球自己呢 想拚直線喔 確實已經發出一個 極場球 事實上 樊振東呢 沒有做好 撤開 應該就是 機會 喪失了 如果是用正手側身來打 應該是這個球沒有問題 所以讓馬龍進一步的拉大領先 哇又是 重手擊球喔 這個揭發的方式在前一局其實有看到 他好像是一個 設定好的攻勢 因為太了解 樊振東發球的旋轉 馬龍呢 輕輕的一點 讓球要出台不出台 當然樊振東只能慢慢的拉起來 對 9比5 正手的短球 終於逮到了齁 對 要注意的就是所謂的齁 短對短 短對短當中呢 馬龍呢 可能齁 在處理上呢偏高的時候 反正都不要再 再擺短 發載一樣的弱點喔 發載一樣的弱點喔但這次的搶攻馬龍是 打得非常果斷 對這個就是 反正都處理 希望處理短球你可以看出已經出台了 現在 10比6 馬龍是逼出了 4個局末點喔 有機會取得 3比0的大幅領先 對啦進台的齁 直接 正手的進攻 我還是要面對到 馬龍的3個局點 對反正來講一個球都丟不得 嘿嘿這個 當然 看這個狀況喔 反正都能夠直接搶3分嗎也難啦 哇 防得好防得好 剛剛好越過了馬龍反派對的地方 再追一分回來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位18歲球員 求勝的決心啊 特別是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顧慮的情況下可以放手一波 對啦應該要放手一波 而且呢 如果在台內的球的當中 不要太多跟他 短對短的 這個 戰術 哎呦這時候是 是擦汗還是暫停 應該是 哇這個是馬龍呢 喊暫停 你看 這個非常的謹慎 非常謹慎 要拿下這一集喔 整個四季要 壓垮呢 樊振東 所以他現在先思考一下 在場邊可以看到 薩姆索諾夫幾位名將 都還留在場邊 觀賞這場的精彩的對決 南韓隊也坐在場邊 事實上 在中國自己的 內戰當中 可以了解 他們打球的一個特性 那基本上呢 攻擊的能力呢 大家都是 國際一流的水準 但是你可以從他的 短球的處理 揭發球這個部分 他的動作很快 細膩 那也很多的變化 這個可能 很多選手應該學習的 戰臨的時間結束 雙方回到場上 在第三局還有兩分領先的情況下 馬龍在10比8的時候選擇用出暫停 希望能夠把這局的勝利給鎖定下來 因為他認為 3比0跟2比1的局數差距 對他來講是 差很多的 對馬龍應該是發完球 會看 環振東應該是擰球 白短的機會不高 對 哇 已經設定好了 已經設定好了 第一時間就出手 馬龍 拿到了第11分 在這場南單四強戰呢 他是 直落三局 現在3比0 大幅領先環振東 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2015年 ITTF科威特公開賽 四強階段的轉播 在這個階段 壓軸登場的南南四強戰 紅色球衣的 梵振東 目前是以0比3 大幅落後給 他的 師兄 馬龍 這三場 這三局的比賽當中呢 其實都保持一定的 落差 馬龍今天在打法上面確實是壓制住了 中國小將 梵振東 哇 這個球 也可以看出 梵振東 應該是一直急著要 做一些 比較有效的力量的進攻 但是也是產生的失誤 馬龍 在第4局是先持得點 又是主動的變線 轉正手 好球 好球 把這個角度給打開來了 哇整個 節奏可以看出馬龍很清楚 什麼時候呢 要轉為正手拍的進攻 喔 這次出手有點快 分數變成了1比2 好球 打到正手的位置 領先的馬龍感覺上 對自己很有信心的 打法是揮灑自如 對對對因為領先的三局他可以 很放心的呢做好一個整個擊球的果斷 好接下來馬龍發 應該是短球對 對抗 在 在樊正東呢 處理短球完全是領球的位置呢 就是 帶給馬龍 好像反拉的位置 對 所以年輕的 樊正東呢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弱點上 變化 這個策略也是蠻明顯的喔 馬龍大概 兩個發球裡面有一顆是先走 樊正東正手的短位 接下來反手直接拉 樊正東 反手比較深的弱點 有時候總覺得 樊正東 擰球呢 是他主要的接球 但是呢 這場球賽呢 對樊正東擰球呢 效果喔 不是很好 所以要怎麼樣 改變弱點或是接發球的動作 這要考驗樊正東的 應變 比分現在來到了 2比4 老球 對要打開角度 5號 反正龍先墜了一分回來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看看能否扳平 哇 這個球其實弱點相當短喔 馬龍 要近台做處理了 不好打 不因為是大幅領先的情況下 讓馬龍覺得可以 試試看了 去拚拚看這球 4比4 回到平手 好 哇 發力喔 結果呢 這個 馬龍呢 就是球拍擋在那邊 已經預測呢 樊正東你來的位置了 事實上呢 在這場的比賽 馬龍從32強打到16強打到昨天的8強 目前為止還沒有丟到任何一局 再加上這場比賽面對 樊正東又是連下三局 已經連贏15局的比賽 確實狀況非常好 在 尤其男子選手 這個比分都是來到11分的 很少說 一局未失的 對 想要直落勢贏一場比賽已經不容易了 他已經是連贏三場這樣子的比賽了 再把領先的優勢給搶回來 馬龍6比5領先 所以 身為中國國家隊的隊長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 哈哈 哈哈 好球 一個大角度的 帶開 可以看出馬龍的這種 擊球的 位置呢 一定讓 樊正東沒辦法使上力量的 一分來到7比5 馬龍在這局的打法上面還是佔有一定的優勢 這也讓樊正東 怎麼接看起來就是比較被動的感覺 對 整體來講 還是馬龍 主導整個 撤開了 應該有機會了吧 高難度的防守 這個球 可以看出 被動的馬龍 完全掌握了樊正東拉球的路線 這真的是會守到樊正東 這個鬥志會開始喪失 樊正東說我難得有機會 撤開進攻 聯繫三板球 結果最後還是輸掉 每一個落點都被逮到了 終於有一個加厲的 反守的進攻了 所以年輕的樊正東呢 就是有掌握一些 出台的長球 發力 因為 只能以這個所謂的力量 旋轉 壓制 這些比較有經驗的選手 比賽的過程呢 他看起來應該是 馬龍也很清楚 就是有很多短球不讓樊正東發力 對 6比8 打 對打開 發力 哇 擠到了樊正東的身體喔 想要側身的情況下 速度趕不上 對這個球 速度也蠻快的 馬龍現在距離拿到冠軍戰的門票 只差最後2分 又是短球處理 好球好球好球 這個球 落點批的夠深了 他已經有準備了 就是說 你跟馬龍對抗 短對短的 一定要 次數要少 像這個球呢 反正就是批場 我就要擠你馬龍 事實上這樣的話呢 反正東還有機會跟他對一對啦 1分來到9比7 發了拳回到馬龍的手上 哇又是突然發了一個長球 這次球數比較慢 所以 反正東已經準備好了 確實是 這個球也可以看出 反正東的反應很快 好那現在 分數來到 9比8呢 馬龍這個球應該 第二個應該不能發長 所以怎麼樣 控制 短球呢 好擰球 注意了 正手的對抗 哇 漂亮漂亮漂亮 這個球 反正東防得好 對他也知道 馬龍已經等在那邊 準備反拉了 所以在接下來 幾板的對策也已經準備好了 哇 這確實這個直線的拉球已經 夠有水準了 但是反正東還能夠擋回來 9比9 在第4局的最後關頭 反正東 及時把這個比分給扳平 所以他當然也不想要直落勢吞下敗仗 18歲的中國小將 期待能夠 延長戰線 9比9 就是要這樣打吼 沒有什麼可以考慮 沒有猶豫 就是發力再發力 這是 反正東應該做的動作 突然間 第4級 感覺上要輸了 突然間醒過來了 對 現在反正東反倒是搶先逼出了局末點 還有機會喔 來打這個第5局的比賽 翻正東的第2發 出王 要重發 後悔應該 壓力蠻大的 10比9 第4局 第4局 逼轉了馬龍 所以現在在前面4局打完之後呢 凡正東總算是搶下了第1局 不過1比3 他還落後給馬龍2局之多 第4局 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愛爾達體育台 繼續欣賞2015年 ITTF科威特公開賽 4強階段的轉播 男子單打準決賽 壓軸登場的 馬龍跟凡正東之戰 兩位都已經確定可以代表中國隊 出身今年試頂賽的選手呢 前面4局打完之後呢 馬龍還以3比1領先 不過 在第4局的過程當中我們也看到了 中國小將凡正東不肯服輸的拼戰精神 從原本3到4分的落後 先追成了9比9的平手 接下來更是連拿2分 非常關鍵的分數 也把局數搬成1比3 第5局 凡正東先來發球 對 就是要打 所謂的 長球的對抗 那凡正東呢 找機會 就是 應該來找 重板的回擊啊 這樣的話呢 馬龍大概就會有壓力了 剛剛所丟掉的這一局呢 也是馬龍在今年科威特戰 所丟掉的第1局 前面3場比賽呢 馬龍是 3場直落4 原本看起來在這場球 他也是有機會 很少 好 凡正東 對 如果確實 丟下一局 也是 在 國際比賽選手呢 也常出現了 不可能說全部不輸球啦 當然 也還是要小心 尤其 環正東這種爆發力的球 不能讓他把氣勢給打上來 一定要想辦法 每一球每一球呢 都要謹慎 壓住 環正東 這個反撲的能力 哇 還是馬龍厲害 你看 已經打開之後呢 利用一個 正手 拿下 第3分 這局的 開局喔 馬龍又是 有不錯的開始喔 連拿4分了 還是用落臉的變化去控制住對手 面對4分的落後 看一下 凡正東怎麼化解 對啦 就是 馬龍你擺短 我就不跟你擺短 所以我想 對 環正東呢 應該是在 比賽的過程喔 自己也發現了 應該這樣去打 把落臉打長打深喔 才有機會跟馬龍一搏 對對對 好 環正東發球 好 長球對抗 對 這個球你可以看出喔 在 發球上呢 環正東就是突然的一個急長球 所以雖然 這個比較年輕喔 也是自己思考上呢 也很清楚 4比2 發球拳回到馬龍的手上 對馬龍來講的絕對不想夜長夢多喔 剛剛已經錯過一個機會了 在這一局務必要把比賽給拿下來 哇 漂亮漂亮 精彩的回檔 哇 連拿拿 三分喔 所以現在 其實環正東對於馬龍 這個 擊球的線路也都預測到自己大家還要多準備一板到兩板喔 哇 漂亮的發球 漂亮的發球 完全出乎環正東的意料之外 應該環正東他已經設定是 偏右短球 橫移過來結果擠到身體 對 所以這個就是 自己的選手 自己對內的 這種 這個想法的 很清楚 馬龍守住領先 輪到環正東發球 連攻五板 確實不簡單 現在 這一次的反拉 幾乎是落在了 底線上 高水準高水準 這兩位選手你可以看出 他的正手發力 反手的發力完全 展現出 一流的水準 最後一板 可以看出 太精彩了 對 馬龍的這種力量 反正東 雖然追到 只剩一分差距但是現在又看著差距被拉開 哇 這一次沒有 順利的回檔 也讓反正東拿到第四分 反正東還沒有放棄喔 對 當然 這個比比賽就是 一分一分的追啦 因為11分的差距大概都是 兩三分 所以只要士氣來的還是能夠拿分的 好球 再次的發一個急場球 這個馬龍呢 在第五集的作戰 也可以完全是跟 前幾集不一樣 發球上呢 多了一個突然性的長球 今天在馬龍發長球 除了在第四局曾經被 反正東抓到一次之外 那其實都能夠受到很好的效果 7比4 這手短球出現 對啦 哇 漂亮 一個直線的插邊 但這個球呢 如果沒有插邊也是打出應有的弱點 運氣上 也是站在馬龍這一邊 確實不簡單 第三板拉球 哇 這白線 先把反正東控制在左半台 再往右半台去 8比4 差距重新回到4分 又一次的馬龍提了一桶水 澆在了反正東的頭上 好球 對 馬龍的回擊的稍微一點點過度 力量不足你可以看出 這年輕的反正東就是加速了 三分差 所以儘管被澆了一桶冷水 但是反正東說 我這個 柴火準備了很多 馬上要再追上來 有了 轉正手 對對對 第六分也到手了 也可以看出 反正東呢 在 正手的這種力量 只要讓他 逮到呢 一個正手位的 攻擊的話呢 事實上 不容易防 所以拼到了這個節骨眼上的馬龍其實還是 絲毫都不敢鬆懈 也不能鬆懈 不能鬆懈 那現在發球 馬龍就有很大的空間 他可以長球啦 或者是一個短球 喔 這確實是長球 再試一次 又是 趁著 樊正東 想要往右半台移動 來到台內領球的時候呢 走他反手 比較深的落點 樊正東 應該 如果這場球輸掉 應該回去會檢討 因為在第五集的過程 他的主要的接發球呢 都被釋破 尤其的反手位長球呢 已經多次的 被動 這次發到正手位比較深的落點了 被樊正東給逮到 接發球一板得分 還有機會啦 還有機會 因為輪到 樊正東的發球 對 不要忘記在前一局他也是在 最後關頭喔 把這個戰局給扳平 然後成功超車的 不過無論如何這兩個發球對樊正東來講都非常重要 先拿到第一個 對還是有說有做一個 加速的進攻 對馬龍來講呢 應該要做 現在馬龍一直在思考 如果擰球呢就會長球速度對抗 擺短 可能擺好的話呢 對反正馬龍就有利了 對 看馬龍的接發球 剩下一分差 確實是擺短 拉起來 可惜了 行程中台 對拉呢 就是展現你的爆發力 但是最後呢 很可惜 樊正東插網 彈出界 現在馬龍 比出了這場比賽的 賽末點 10比8有兩個機會 同時發球權在他的手上 非常有力的局面 馬龍會不會在 極長球來 硬拚啊 嘿嘿 樊正東也要考慮一下 這局已經試了兩次都是成功 對對應該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又是一個 長球的對抗 不過這也代表樊正東接下來在 橫移的時候可能會有點遲疑 不敢動得太快 確實不能動 最後樊正東 反手想要來拼直線失敗 第五局的比賽呢 是由馬龍以11比8獲勝 最後他是以4比1的局數 淘汰掉了18歲的小將樊樊正東 馬龍 繼許新之後呢 也拿到了科威特公開賽 男子單打決賽的門票 稍待一會呢 世界排名前 兩名的選手 將要正面對決 來爭奪 今年科威特戰的冠軍 當然在比賽結束的同時呢 還是要請初老師 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場球 馬龍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 對 對